作词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一些不好的回忆 不提也罢 手受伤了 疼不疼啊 不疼了 我的愈合能力很强的 小时候练琴伤得比这众多了 两天就好了 你在干嘛 许愿呀 各位神仙呀 有的人啊 刚刚把快乐弄丢了 我希望他可以快点找回来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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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你帮帮我 幼稚鬼 笑了 你看 我就说我可以帮你把快乐找回来吧 再笑一个 笑一个 你手不疼了是不是 哎呀 没事啊 你干嘛啊 你 你干嘛啊 你 曼苏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不行啊 哼 我还去给你泡咖啡吧 哎呀 我就是想找你聊聊天 说吧 想聊什么 池总 你说你 长得又帅 又有才华 又是柯温的股东 什么样的女孩你找不着 为什么你也要执着于那个陆文童 嗯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我从见到她的第一面开始 就喜欢上她了 到现在为止 她喜欢什么害怕什么 想要什么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可是她现在喜欢的是颜旭 你甘心吗 明明是你先认识的她 那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原本觉得她还小 想慢慢来 可是到现在 就怎么也追不上了 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心胸 我们家呢和宋家是世交 我相信宋伯伯肯定会站在我这边 让颜旭知道 谁才是真正适合她的人 赵家长 那倒也是个办法 倒也是个办法 回来啦 嗯 昨天电话时 我在开会 嗯 坐吧 我不管你跟曼苏发生了什么不愉快 集团内部的人际关系你要处理好 我心里有数 许家是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这些年你在集团里面顺风顺水 离不开许家的鼎力支持啊 你现在根基未闻 需要他们的支持 我这次回来不是讨论这个的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也对 你又怎么会记得我妈的忌日呢 我说了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你为什么一直在逃避啊 你到底有什么不敢面对的 出去 我妈走的时候 我 你连一张照片都不给我留下 我妈在你眼里根本什么都不送 你能与我一样的事吗 我没想到 我会看到了 我会在红酒 我特别是红酒 原许 你干嘛呢 我在画画呢 爸爸你看 这个是我 这个是爸爸 这个是妈妈 我们三个在河里划船呢 爸爸你看 我画的妈妈像不像 以后不许再画这种画了 听到没有 那走吧 妈妈 别走 你干什么 原许 你听话 原许 我讨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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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拙呀 你在那边还好吗 我挺好 孩子也好 今天我们吵架了 我讨厌你 别着急 我知道你了解我 你知道的 我害怕让她知道那件事 还好啊 她都忘了 那是对她最好的结果 I can't believe it I need more cheese It's good That's good with the red wine So we are having now the cheese court and more than cheese and more than cheese and more than cheese and more than one more wine It's a nice pickle It's a nice pickle I can't belie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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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你在干什么 吓我一跳 你怎么能随便碰这个呢 对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这个对你这么重要 喂 妈 童童 晚上回来吃个饭吧 好几个周末都没回来了 我跟你爸爸呀 都想你了 嗯 好 那好 那我先挂了啊 来 妈妈 妈妈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给小旭织围巾呀 等织好了以后跟你围上一定很暖和 谢谢妈妈 哎呀 真乖 妈 对不起 是我没有看过我 爸妈 你们想我我能理解 可是我们三个人吃饭 也用不着这么大的房间吧 童童啊 你今年多大了 我多大您不知道啊 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 你都已经打酱油了 哎呀妈 你这么说 那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呢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晚婚的人多了去了 哎 这点你可不能跟他们一样啊 你妈妈那是关心你 你看你老大不小了 就是 不该找个对象啊 就是 哎 老陆 你说咱们女儿 适合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啊 温柔的 体贴的 阳光男孩就可以了 咱们童童啊 爱吃 应该找一个会做饭的 说得我通饿 服务员 上菜 好的 来吧 金玉满堂 甜甜蜜蜜 红蕴当头 情笔海参 跨凤成龙 开枝散叶 锦上天花 五谷风灯 您的菜齐了 哎呀 真是太丰盛了 太好吃了 这是哪位大厨做的呀 尊敬的贵宾 这桌菜肴 是我们今天的特别大厨 为你们三位精心准备的 你们要见见他吗 那必须见一见啊 啊 见见呗 好 叔叔 阿姨 小童 你们好 十祖 宋祖 您今天不是休息吗 怎么来对宿啊 有些急事要处理 叔叔阿姨 我给你们倒上啊 客气客气客气 好 来来来 今天你辛苦了啊 不辛苦不辛苦 应该的叔叔阿姨 来 叔叔 好好 谢谢 小童 也给你倒一点啊 叔叔阿姨 今天这顿饭是我特地为你们准备的 你们快尝一尝我的手艺怎么样 看看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那很有说嘛 来 叔叔阿姨 我敬你们一杯 叔叔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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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不能站着 我站着就好了 来来来 小童 我们两个喝一个 我们两个喝什么呀 我们 喝一个 人家多辛苦啊 来来来 我 哎呀 你说说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不小心 没事没事没事 把你裤子弄搭了 没事没事没事的 我出来一趟 叔叔 我们去清理一下衣服 我带他这个 清理一下裤子啊 走 跟我来 走 走 江蕊怎么给我发消息啊 我在天河街旁 看见陆文童和一男子 举止亲密 你猜猜这是谁 谁啊这是 池总 给我看一下 我 我 这 说吧 是不是你跟我爸妈 串通好的 小童 我这不是想和叔叔阿姨 都建立点联系吗 池总 你不能被我爸妈当枪使 况且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知道 你喜欢延续 你既然知道 就别这样了 小童 我喜欢你 从小的时候 我就开始喜欢你 我本来想等你长大之后 再把这些话慢慢告诉你 可那天我看到你被延续带走 是我第一次产生了危机感 我知道你可能对他已经有了感情 但我还是想主动一次 小童 可以给我一个和他公平竞争的 你的机会吗 池总 我 乱投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你们有机会 走 哎呀 你松开 苏延续你干嘛呀 你为什么跟池总在一起 你为什么跟池总在一起 我只是跟他吃饭而已 吃饭还在爸妈一起啊 他约了我爸妈 我爸妈叫上我吃饭 而且我不知道晚上有他 那你跟他靠那么近干什么 苏延续 你今天凶我两次了 果然 我爸妈说的没错 说什么 说什么 我爸妈说 找男朋友就应该找温柔体贴的 彤彤 我不是故意的啊 再说了 你也得给我一个道歉和解释的机会啊 而不是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 带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去见你爸妈 没办法 这无关紧要的人呢 做得一手好菜 还挺招人喜欢的 叼崇小技 谁不会啊 关键是啊 这个无关紧要的人 既温柔又体贴 像这样优质的男孩 实在是太少了 不就是温柔体贴吗 谁不会啊 不就是温柔体贴吗 不就是温柔体贴吗 我也会 幼稚 我幼稚吗 还好吧 我跟迟所啊 认识很多年了 我们就像七兄妹一样的 那你接受我的道歉了 你这话题转得也太快了吧 这算哪门子道歉啊 坏了 我爸妈还在餐厅呢 你先找个地方等我 我把爸妈送回家 我再来找你啊 拜拜 来 怎么到这里来了 这家不是你的最爱吗 老板娘 老样子 好嘞 尝尝我调留蘸料 好 你尝一次就学会了 如此可叫嘛 菜来了 怎么 今天不喝点白的 还是别了 再喝多摔坏东西 我可赔不起 成 你们吃啊 吃点 我呀 还是最喜欢这个 彤彤 这么巧啊 爸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怎么在这儿 这不怪你吗 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跟迟所一走就没回来 我跟你妈什么都没吃 害得我饿得睡不着觉 老板娘 再加一份餐具 好 这位是 叔叔您好 我叫宋延迅 你好你好 爸 他是我男朋友 好好好 老板娘 来瓶白的 行马上 爸不行 他酒量不好 他喝不了白酒了 你 这么早胳膊肘就往外拐了 酒品就是人品 没错 叔叔说得对 我来陪您喝 这就对了 好嘞 谢谢 吃好喝好啊 来 来来来 好嘞 咱们先走一个 好 爸 你这倒太多了 我帮你喝 拿来 你女孩子家喝什么酒啊 彤彤 叔叔说得对 你都吃点菜 我来陪您喝 来 叔叔 这就对了嘛 你怎么都干了呀 跟未来岳父喝酒 不能送 叔叔 我再跟您喝一杯 嗯 来 来 干一杯 爸 这样 我也来给你们喝一个 行 你少喝点 嗯 来 干杯 我来一杯 我来一杯拿银子 好 我要跟他一样的 走 老板 今天来的怎么都是情侣啊 小童 我真的没有机会了 哎呦 你这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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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你别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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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宋的酒量是相当不错啊啊 他酒量可以啊啊 相当可以 爸 你也不看我铁桃喝了多少 哎 爸 时间不早了 我得叫人把你们都送回去 好 喂 小彤彤 你能来接我们一下吗 我来我来 慢点啊 小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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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总 你好点了吗 啊 没事吧 哎 哎 那个 天色不早了 这么晚了吃狗粮对肠胃不好 好 我姐我先回去了啊 嗯 拜拜 哎 拜拜 你渴不渴啊 我去给你倒点水吧 不要走 哎呀 我没走 我去给你拿点蜂蜜水 聪聪 我今天不是故意对你态度不好的 你不要生我气了好不好 我没生气 我知道 那个东西对你很重要 况且 我也不应该随便碰你的东西 对吧 那 过段时间 我带你见我妈妈 好不好 好 你们也别想好过 你们还看 没想到陆文童是这样的人啊 能空降到总裁班 手段一定不简单 你们说完了吗 再让我听到有人议论这件事 一律开除 陈总 按说这是宋总的私事 我们不应该干涉太多 但是这件事 对集团造成的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这个女助理坚决不能 是啊 我们几个董事一致同意 赶紧将她开除 没得商量 律董 各位老总 其实现在舆论已经被控制住了 相信延续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大家再等等吧 好 那就麻烦给宋总带个话 两天之内 消除所有的负贫 让这个女人 从集团消失 行吧 我们先走吧 慢走 怎么样 联系上了吗 宋总和安彤都联系不上 他们都不接电话 那这样 你现在马上去延续家 不管有什么办法把她带到这来 好的 陈总 徐总监 安肃 严旭在哪儿 我也在找她 宋缠 你和严旭到底在计划些什么 事情发展成这样 你知不知道整个集团因为一个陆文童要蒙收多大的损失啊 事到如今你还不告诉我吗 我不能说 什么叫不能说 总要言之 陆文童现在对延续来说 是很特殊的关系 他们俩谁也离不开谁 宋晨 他们俩才认识多久 你把我当小孩哄呢 我 行 你不告诉我是吧 我自己查 宋总 陆文童 宋总 陆文童 快开门呢 什么事事啊 宋总 宋总 我天 我头也太痛了吧 开门呢 宋总开门呢 宋总开门开门呢 我去开门 快呀 快开门 三点半了 我们睡这么久了 宋总你可算醒了 怎么了 快跟我去公司吧 聚集的 我路上再跟你说 我先换个衣服 我车上给你准备好了 快走吧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我上位 还钱贵则送延续 我快去 喂 叶子 恩佟 你还好吗 你看新闻了吗 我没事 不过现在的新闻也太 叶子你等我一下 我先开个门啊 来了 我是 我诚哥呢 他去处理愚润的事情了 你和恩童的情况 我已经跟你小叔说过了 正好现在我们俩详细地聊一下 送走送走 送走 恩童 恩童可能出事了 什么 我刚刚跟他通电话 通到一半听到那边有人敲门 然后他去开门之后 声音就乱糟糟的 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 我再打电话过去就关机了 我再打电话 疼痛 送我 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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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宋总 这是童童手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的是真实心 骗过了时间 骗不过自己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趁机别太远行 逗一逗每一句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不是我 是你 对爱懦弱的 那个人不是我 是你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